好主播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花莲的统帅大楼 可以看到呢统帅大楼在423集起余震之后 它现在的状况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原先呢在403地震之后 它原本只是一楼的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梁柱有点软角的状态 在423集起余震之后 它现在三楼是整个变成一楼了 一二楼呢完全被持续的往下压 但是索性哦在403之后呢 所有的住户都已经搬出来了 也曾经到过里面去把家当通通搬出来 那现在呢所有就是没有这个伤亡的状况 但是住户也是损失相当惨重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它就前面前面两层的结构 就一二楼的结构直接就没有了 就剩下就是现在三楼就变一楼这样子 有一个客人他是来我们这边借停车位 他说他要去楼上搬东西 他说他房子才刚买正在装修 然后他说空调才刚装上去 然后发然后就地震 不能住他要来搬东西 一个阿嬷吧 然后还在装修这样子 结果就倒了 好那可以根据各个附近的住户的观察 他们也说在这一次423的这个余震之后 整个统帅大楼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那但是索性都是没有伤亡的状态 目前呢他的拆除进度 现在还没有开始动工 主要是因为工程人员来过现场评估 评估没有立即倒塌的危险性 所以会持续等到这个富凯饭店来拆除之后 才会来这边再来进行拆除的作业 对 έumo issued 一 二